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惩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有安排歌唱 没有报案 要法官重新补一个新卷宗 法官们不愿意签名的卷宗中重要文件又飘回来了 12月27日 媒体从最高法院获悉 筛北千亿化全案二审全部卷宗目前完整保存在最高法院当案处 最高法院表示 前书报道和言论 却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证明 属于谣言 12月29日晚间 针对该事件 最高法机关纪委作出回应 2018年12月29日13时32分 微博账号崔永元发博文 并附四张图片 今何时 其中两张图片所载内容 与目前保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当案处的 2011名一中字帝 81号案件附件的有关内容相同 其他两张为媒体报道截图 我们已经启动调查程序 欢迎邪永元教授等知情人向我们提供情况 如发现我愿工作人员违反审判纪律问题 将因计依法严肃处理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被批之法办法随后 据公开报道 近日有媒体收到一段 疑似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王林青的字数 视频 王在视频中讲述 他曾作为傻希与林凯奇莱公司 苏西安地制刊查院案件成办人 在准备写判决书前发现 原存在自己办公室的案件遗期被导 人民法院报2013年3月 曾刊发 全国法院办案标兵王林青的文章并配有王的照片 对比视频人无可知 二者相似度极高 公开信息显示 王林青西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学博士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员 以下是视频自处实录 我想通过这个视频的目的 就是要给自己 为保护自己 免遭不测 留下一些证据 我想先说的第一个案件 就是在2018年2月份 被中央电视台两次报道过的 陕西玉林凯奇莱公司 和西安地制刊查院的合作刊查合同纠纷 这个案件发生在2003年 当我写判决书的时候 我打开工作柜 准备拿出一审券 二审券的时候 呀 写判决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厚厚已落字的一审案件都在 而二审的一本证券和一本附券竟然不翼而飞了 这个案件多么的重大 如果这个案件一丢 我可能就会被开除了 所以当时 我当时就猛了 我赶紧把办公室的边边角角 几角嘎拉全部找了好几遍 根本就没有见到这两本券的下落 我又赶紧跑去向陈亭长报告 陈亭长倒是表现得相当的镇静 说让我回去再好好找找 回来以后 我又找了办公室十几遍 还是没找到 我想到了我们院在我们的办公区的每一层都安装了若干个摄像头 而我办公室门口吧 正好有一个 在我办公室的走廊尽头还有一个监控 等于有两个监控 于是 我赶紧找到陈亭长 要求调取监控摄像 查看我丢卷的那几天 到底有没有什么人 到我办公室把券租拿走了 陈亭长见我和保卫处联系好了以后 陈亭长中午 就自己一个人去调取了监控录像 我就焦急的等在陈亭长办公室门口 下午两点多 陈亭长调取监控回来以后 我赶紧的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线索 陈亭长说 监控录像能够显示出 我那天第三次汇报以后 带着卷宗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把卷宗放到办公室以后 一会我就空着手走出了办公室 进了一个同第二天监控就坏了 我一听就感觉这个事情非常蹊跷 监控怎么可能说坏就坏 而且是安装不久的监控 并且我的办公室门口有两个监控 换一个也不可能两个都换呀